就比如說他是做什麼建築方面的 他每天室內設計等等的 他每天都在拍一堆的照片 那一堆的照片的話他需要怎麼樣 他需要大量的把照片放到Excel裡面 插入圖片 然後一個小說圖 那等到這個小說圖按下去之後 可以跳出大圖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以前的話 塗髮煉眼光每次都插入圖片 插入圖片一直插 他很累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一鍵完成 後來我就做了一個簡單的範例 其實範例裡面的話就剛好有用到什麼 就是那個列 就是這個Sales 除了RAW本身之外 你也可以用Sales物件 Sales物件本身也有一個屬性 就是那個它的RAW HIGH 然後Color A欄的地方 把它調整多少 其實這個地方就跟剛剛有點類似 把它放在裡面 那做法上面就是第一個 你可以給它一個路徑 這個路徑的話 我有一個一些圖 比如說這個APP好了 裡面有一堆圖好了 這些圖我希望放在 A欄裡面 快速的幫我插入到那個裡面去 那列高的話呢 就是設定一下它的列高 然後再給它高度 最好就是一鍵完成 所以這邊的話 我做好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DEMO給各位看一下這個結果 按一下這個按鈕 當然你可以做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的話 就可以把什麼 縮圖放進去了 有沒有 全部通通桌面上那個APP裡面的資料夾 把所有的圖 自動幫我放到這裡面來了 這樣的話 它就第一個 它簡單的工作就完成了 不然以前 如果你不是要用VBA來做的話 這個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 它可能還有第二個需求 按下去 奇怪怎麼沒有把大圖打開來對不對 所以它需要一個大的圖 大的圖需要一個超連結 所以第二個就是圖旁邊在做一個超連結 連下去 就是可以小說圖旁邊點下去 就可以自動跳出那個大圖 所以我這邊先把圖給刪掉 因為這邊先把裡面的圖文先刪掉 重新來過 所有圖文刪除就這麼幾行 先把文字清掉 再把圖給刪掉 如果要把圖文也都加進來的話 一樣的道理 只是說這邊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插入那個超連結的 這兩行而已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多兩行 然後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點擊下去有沒有 所有的 就是文字就放旁邊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大圖點開來的話 按旁邊這邊點下去 它會跳出一個圖就出來了 有沒有 那這樣很方便吧 點下去 要看就可以看 所以以後 甚至這一招你也可以拿來整理你的相簿 全部放在easeal裡面 也是一種方式 這樣感覺不錯 因為這個是 我自己隨便拿一些 我之前寫過部落格文的那個 就是比如說出國玩 那我可以用google地圖 導航一下 你看它這邊還會顯示很多 步行70公尺一分鐘 然後去搭什麼什麼車 然後就到這邊 這邊金閣市 就是一些小說圖 那要把這個圖文都刪掉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只有這個 這個是刪掉什麼呢 文字的 這個是刪掉裡面所有的圖的 所以像當然最後你可能也需要一個功能 下一次要update新的東西的話 那怎麼樣把其他的東西就是圖文刪掉 直接執行就ok了 好有沒有 這個東西其實我也把它已經放在我的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哪邊找呢 在那個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一樣 不過這個是屬於進階的 範例檔在這裡 我把它切成這個清單好了 範例檔在這裡 然後就是需要的圖啦 我是把它放就是放這邊 記得解壓說到桌面或者某一個路徑 程式在這邊 那可能你將來會遇到一個問題說 因為你將來那個就是圖的路徑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最後可能需要改的就是打開這個資料夾位置 上方這邊按右鍵 編輯一下位置 這個位置 特別注意 你要把它改什麼 這個位置 記得要跟這個位置 要match 所以如果你沒有match的話 那可能會找不到那個圖 如果match就OK啦 因為我這邊沒有寫 其實應該是要跳出一個選舉方塊 讓你選你的圖在哪裡 只是因為這個是臨時性寫的 如果要加那個也OK 它會跳出一個對話方塊 問你你的圖在哪裡 那這樣功能就很OK了耶 那這個可能就是一個 可以收費的一個小程式的 所以我故意不要寫完整 這樣開玩笑吧 實際上這也是智慧財產 因為你說即便你想要找類似的功能 沒有人寫好給你 你也可能寫不 而且有些寫好的套裝亂 你也看不到它怎麼寫的 對不對 它會把它關起來 所以其實如果當你有寫好之後的話 如果你不要讓人家知道 你怎麼寫的話 有個方法 直接怎樣 在你的專案上面按右鍵 這邊有個什麼呢 VBA的Project屬性有沒有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保護 打勾 設個密碼 按個確定